我選出來第一第一是那個藍位名稱 所以我從第二列開始一直到那個就是 Range C1最後一個最後一列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有幾個業務人員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是我怕說什麼 因為現在蓄子要切來切去 可能會擔心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第一個 第一個 所以我用蓄子一 那因為我複製的時候是before before是什麼 第一個複製到第一個去就對了 所以會從第二第二列一直到最後一列 然後分別新增第一個 add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 就是 schutz1的什麼 I的話是2 第二列 第二列裡面的C欄 其實就是業務人員的名稱 然後再來什麼篩選 篩選 篩選是根據什麼 根據 在問題切換到問題9 然後呢 點C1一下 並且把它怎麼樣 做Auto filter 就是篩選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問題9裡面的東西 然後 然後再來怎麼樣 根據第三欄裡面 條件的話呢 就是什麼 條件就是這個 前面記得就加一下 schutz1 為什麼 因為擔心說 將來呢 你沒有辦法去取得正確的那個 我們要查詢的名稱 所以在前面加一個 schutz1 然後再來就全選 那全選這邊會有兩行 因為 Ctrl shift 加end 好像在這一題上面不太OK 所以就向右向下 就OK 然後複製 再選到要貼上的那一個 那一個工作表 那那個工作表在哪裡 就是第二個 加一個 因為呢 我們第一個是產生的 第二個是問題9 所以在後面那一個 然後把它貼上 再怎麼樣呢 在欄位中調整 再反覆 反覆 最後再把那個刪掉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那我做這個之前 我先把那個彩排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按右鍵 先把它複製 複製到哪裡 建立副本 特別注意 我只是建立副本 按確定 他就會在 before 所以剛剛錄下來的有沒有 就是這個 你剛剛如果把這個錄製劇集的話 這兩個